大家早上是阿天 今天是2021 7月30號早上10點鐘 抱歉今天齊晚了 我們來看一下先鋒服有很多東西可以看 首先是台服二中年 零下 迷思孤島 他開場有個動畫 這個動畫我剛跳過 不知道怎麼樣才可以看到 我們看一下 活動期間探施迷思孤島 對沒錯 可以獲得豐厚的獎勵 將使用競技等級參與活動 英雄保留品階 保留品階統一到240級 並在基礎上根據共鳴水機等級最佳一定的等級 然後裝備也都會是達到T3 為什麼要這個樣子 迷思孤島的行為會消耗英雄體力 在恢復池上的英雄會自動恢復體力 然後探索期間敵人在 敵人的英雄在戰鬥結束狀態下會被保留下台 所以說 敵人的英雄 敵人的英雄在戰鬥結束狀態會被保留下來 好沒關係 我們來看這是什麼樣子 孤島求生 蛤 這個高級靠場令是跟這個綁在一起 這是新的是不是 等一下 很壞 元素金河還要課金 然後這個是小獎 這樣是多少錢 蛤 421.34 這是 這是台幣450塊嗎 是這個意思嗎 我們看一下先鋒服的計價是 是用什麼價格 702 我記得正式服應該是750 可能先鋒服價格比較便宜一點 他可能沒有所需費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差不多吧 所以剛剛那個什麼 迷斯孤島的這個靠場令應該是價值450 450是不貴啦 可是弄個東西也要課金 然後把金河綁在這個地方 實在是實在是很討厭 但是沒關係啦 這個免費的話也是有這個 梅希拉的這個皮膚喔 哇 可是這個金河現在大家才在罵 然後這邊又要你課金去買右邊的 但是 但是這個小獎 這小獎還真的是很小耶 大概是選紅磚5吧 大概是這個樣子 要嘛波爾帝要嘛紅磚5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梅希拉的這個皮膚 昨天沒有看到 我們看一下這個圖鑑 圖鑑 梅希拉 梅希拉大招配上去都是紫色的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實裝變的時候會怎麼樣 欸 這樣子看就是顏色變了齁 然後我們來試玩一下 欸 哇 感覺上不錯耶 都泡泡的 然後連那個死魔上面圖案都變了 那這個死魔齁 也不是黑黑一坨的 就比較看得出來了 然後攻擊化都變成水泡 喔 欸 變化算蠻多的耶 這個魅魔不錯 而且你也不用買啊對不對 你只要參加完就可以了 他那個購買那個解鎖靠賞令是 是那個右邊的那個金額跟金稅喔 但是也沒有很多耶 你看才30 30 30 這樣子 90 180 270 360 450 540 540也還好耶 我記得那時候我有算 1到30幾的那個金稅 要多少 3500到370左右吧 還沒有到4000喔 所以你課了450 好啦 可是應該是會不爭氣的課下去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這破島藤蔓怎麼那麼多 放個心裡都麻煩 我們需要探索島上更多的區域 好清除這些藤蔓喔 哇這什麼東西 欸 不是戰鬥喔 他是說 消耗8點體力可以清除藤蔓 這個是你神話的角色嗎 這些是你神話的角色嗎 欸 有全部嗎 有全部嗎 我的神話角色才1234 我神話角色才20隻喔 有那麼少嗎 看一下 欸 我有44隻啊 欸 怎麼會這個樣子 好 那沒關係我們就試試看 OK 好 然後我們就進去看看吧 所以這是固定的英雄是不是 好 那我們就隨便選一個角色吧 消耗體力 我先選擇比較不會上場的好了 那我們先選一個奈拉好了好不好 清除 這樣子 OK 這什麼東西 呃 哇 要開始種田了嗎 要獲得穩定的食物 他可以培育一些果實 呃 不同的英雄產出的種 果實不同 呃 不同的英雄可種出的果實不同 好吧 既然你都是用梭麗絲講話的話 那我就放綠玉吧 對不對 蝴蝶 蝴蝶種果實 跟錯綜 喔 有四個領地是不是 那我就 那我就怎樣 呃 我就四個種族 各派一個人去種 好不好 然後 薩菲亞 大老英種地 薩菲亞種地好了 然後再來一個耀光的 耀光的話就是 女僕種地好不好 女僕乖乖的 OK 這個樣子 呃 每小時消耗一點 以耕作三十幾秒 果實的產出率 哇 8小時才產出一個果實 哇 那這個要慢慢耗了 那這個勒 選擇爭議 喔 這是爭議的食物喔 是不是 哇 排行榜 大家排行榜都好強喔 薯炮 欸 不對啊 這邊又是用 用你自己的角色喔 那管他啦 先把他copy起來 啊我沒有薯炮 糟糕 我的薯炮還在練欸 欸 哇 應該是可以用傭兵吧 對不對 有沒有什麼我可以抄的啊 呃 不然這一隊好了 好不好 這一隊看一下 排行榜十幾名應該OK吧 看一下喔 對 薯炮我還沒有練起來喔 呃 好 我抄這一隊 深橙色的賢蝦 賢蝦酥 好 然後這個是 這個應該是自己的角色 只是說你可以有 喔 欸 他不讓我複製欸 哇 那等一下 他不讓我複製變隊 好等一下 賢蝦酥你在哪裡 賢蝦酥在這邊 呃 這個安芝隊羅萬跟Joker 好OK 安芝隊 然後 嗯 蛤 為什麼沒有羅萬 欸有羅萬 可是沒有Joker欸 欸 每個人不一樣是不是 欸 我沒有Joker欸 是為什麼 可是我有索羅斯 啊我有波斯王子這樣子 所以 每一個人的這個隊伍是不一樣 是不是 那這樣子公平嗎 嗯 不是很懂喔 好打一次看看 可是要消耗8點體力欸 所以我是不是應該等8個小時之後 有那個果實再來 再來打 翻戰會不會浪費啊 欸 蘇羅斯死掉了喔 我可以重來嗎 欸 可以喔 所以說是 覺得打不好是可以重來的 好 我們換個位子看看 蘇羅斯去切這個莫蘇斯 可能有點危險 那我們讓Pose王子去切好了 哇 上面的角色看來比較危險一點 可惜第二發大招還沒打出去 各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千萬 這樣子 一億多傷害如何 好不好啊 看一下喔 哇 差很多欸 人家打出來都是各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千萬億 十幾億耶 我剛才打一億多 就已經快死快死了 所以說好像是不是 每一個人的角色可以上場的角色不一樣啊 那我要上什麼角色 要用安之隊嗎 可是剛剛死好快喔 欸 我看來一個 戴蒙打全體應該是可以吧 然後這個是打全體的傷害 打全體傷害的話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大老硬會有幫助耶 還是我上希拉斯 真傷 戴蒙好了 好試試看喔 目標來打個十幾億吧 來來來來 戴蒙活了下來嗎 喔 這樣一億了 然後我還有大老硬 鑽三式的大老硬 可不可以有一些好一點的效果 哎呀 二十幾億 這樣大老硬好像效果不是很明顯耶 稍等一下 換一下 那我不要用大老硬了 我用希拉斯好了 希拉斯在場的話 直接提升 呃 血量高的直接提升20%攻擊率 好不好 光攻應該是沒辦法 他們都衝過來了 可是敵人怕控場耶 是不是要把敵人控的死死的啊 那我可能羅萬要站在前面喔 哇死去了 怎麼辦呢 羅萬站在前面好了 安芝死去了 希拉斯還有誰 對啊 好像 好像沒有什麼輸出手了耶 欸 靠戴蒙 感覺死蠻快的耶 所以說那個果實說不定 說不定是關鍵耶 好 把羅萬放前面 去運到後排去 喔 注射一下 喔 大招 哇 我的傷害 傷害好 好爛喔 呃 帶蒙化掉了 這樣才打1億多喔 哇 沒關係啊 我們還是打個一場好了 看看會獲得什麼獎勵喔 集氣 轟下去 至少還要 還要轟出去 快點快點快點 注射一下 啊3億了3億了 一次 一次是什麼意思 喔 戰鬥開始30秒之內 敵人會進入絕境狀態 隨機斬殺我方一名英雄 戰鬥30秒 那這個是幹嘛 兩次 勝於挑戰四處 所以 一天要打4次是不是 勇者財寶 這個還有 還會有公會的是不是 所以 我這樣已經花掉8點體力了 好 那我再隨便派一個角色 所以是這個樣子嗎 隨便打個次數 這樣就有講嗎 索羅斯 這樣子好像有點莫名其妙 可是我只有這些角色啊 管他的管他的 衝啊 索羅斯衝出去 一一索德也衝出去 快點 我們309的這個斯克雷格 落上可以控得住 好我們衝到前面去了 哇 光光不行啊 光光真的不行 這關不適合用光光 誒 說不定衣索爾德有 有效果 越打越猛 然後大家也算是圍在衣索爾德身邊嘛 會吃到衣索爾德那個毒氣 可是太慢了 活得下來就活得下來 但傷害打不出來 打太慢了 OK 這樣就兩次耶 所以傷害低也沒有關係 只是影響這個排行榜跟那個工會 那排行榜的部分我們就交給 交給大大吧 所以一天是要打個四次嗎 這樣子 第四次是什麼 1000賺 那最後一次 最後兩次我留著好了 看這個食物產出來是怎麼樣子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清除藤蔓 好你要去清除吧 清除了 打敵人 哇也是要8點戰鬥喔 所以清除藤蔓的話 最好還是用一些比較 比較次要的角色吧 哇那我的安芝已經沒體力喔 安芝這一隊我覺得還是精華的角色 留一下好了 光光喔 這邊這一隊光光不好射 嗯 哇這要上什麼角色 好啦斯克雷格啦 這樣子 衝出去 哎喲 糟糕 這麼簡單喔 那可能不要上五隻耶 哇 我上了五隻角色 然後又要清藤蔓 但是英雄應該是可以隨著時間慢慢獲得吧 一天獲得20點 可是我覺得也不用急啦 因為這個遊戲設定啊 應該怎麼樣你都可以拿到全部的獎勵 這只是一個普通的小活動嘛對不對 好那我們中間拆一個錄影喔 那我在錄結束之後呢 才看到這個 英雄是可以置換的 所以我那時候想說 哇這個有些角色給我不是很好適用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在這個英雄介面這個地方齁 那我現在很多人體力都沒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齁 我們點擊這個英雄頭像就可以置換了 但有一些正在外派啊 釣魚就不能換齁 所以說這個還是可以超作劣 你只要去那個什麼 這個點一下角色 像剛剛是看到鼠炮嘛對不對 然後它是吃你目前的這個品階啦 所以你還是可以用你的角色 那就太好啦 像那個女妖 女妖就真的沒有辦法用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然後這個我們上個盧克雷地也好了 但是體力會不會不見 我們現在女妖是4點體力 然後我們看一下齁 換女妖 體力不會不見耶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可以把這個 這個體力高的角色直接換上 我們可以換來換去嗎 我們試試看喔 假設現在女妖體力是4對不對 那我換下一個福克絲 然後我把這個兩點體力的 再換女妖 再換盧克雷地啊 可以耶 那我可以自由調控我的這個體力喔 那這一點的話是比 那個團隊也真的方便很多 不過也應該啦 因為這是一個屬於 人人有獎的這個小活動 所以我覺得這邊可以讓你自由的調控 所以你可以其他角色存一存體力之後呢 這樣換來換去 那我覺得打推圖喔 打推圖的話呢奧登很強 鳳凰也不錯 來個奶吧 這個樣子 光公喔 光公抱歉 打BOSS喔 打BOSS不知道末日敬畏行不行 可是他是多體的耶 好吧 既然人家有上Joker 我也有Joker 那就來個Joker吧 狼人喔 狼人在推圖的話 當然沒有東弘女士好啊 好這樣子 骨弓控場也可以 埃隆老鷹喔 應該也是可以啦 伊索爾德 伊索爾德的話 主推圖的話 好吧 放個亞瑟好了 好亞瑟 亞亞貝德 安芝這些隊就成型了 OK 那就是這個樣子 不要忘記這個地方是可以換英雄的 好然後我們再繼續接下來的影片 看一下喔 這個敵人 實力普通是不是 那我就 那我就 我就派個三隻角色行不行 可以嗎 實力普通 哎呦 等一下 這樣會扣 11點會扣嗎 890 我們再看一下喔 這樣子重來 啊 這個重來會 會扣體力耶 跟這個團隊寧真一樣喔 好跟那個縱城獵場團隊寧真是一樣的 那就算了還是打穩一點吧 好啦好啦 好啦好啦 打穩啦打穩啦 翻車 翻車就 就真的麻煩了 好不翻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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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有新星嗎 這沒有新星喔 就直接扣掉八點體力了 好消耗八點體力 哪一個比較不會上場 女妖吧 消耗 八點體力誰比較不會上場 光弓吧 這樣子 就是慢慢來嘛 然後再來是誰比較不會上場 索羅斯吧 那這樣子我可以打王嗎 一天恢復20點 也就是差不多一個小時一點嘛 一天24個小時 啊這什麼東西 結局之夜 這是奇境探險嗎 欸 終局之夜 對啊這奇境探險 怎麼奇境探險在這個地方 OK好 好那所以說這邊是奇境探險在這個地方 還是我們點這個地方 也是有啊也是終局之夜啊 好這邊有一個地方連到這個奇境探險去喔 好那所以說這個迷思孤島的話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就是慢慢玩吧 他有點像是小團隊很真的喔 然後可能有了這個果實之後會好推一點 那我們看一下齁 大概是這個樣子吧就是把所有獎勵都拿完了 那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這個獎勵要怎麼獲得啊 看一下 14天可以通過完成孤島中的任務來獲得生存法則 生存法則 解鎖孤島求生的玩家在結束前4天未領取的可以透過鑽石購買 VIP980喔 那價格出來啦 980的話 除以2就台幣 所以差不多是500塊對不對 那這個生存法則怎麼獲得 右上方啦在這個地方這邊有個任務 OK 檢取一個漂流瓶 挑戰BOSS3次 修復船體10次 蛤 這是什麼東西 可能我現在還沒有玩到吧 我現在可能只是還在前面喔 之後可能會有一些小任務 那都是要去調配體力這樣子 欸 我覺得 亂玩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會卡住喔 因為這個都要耗體力 然後 然後你也不能說這個這個推了之後 然後就一直重來了 欸下面這邊有一個船欸 補一些魚上來 喔這邊還可以釣魚喔 欸還拿個釣竿 每小時消耗英雄一點體力 那我要放體力夠的人呢 這樣至少可以釣12個小時吧 欸漂流瓶欸 好像亮晶晶的有裝有物資 好 這什麼東西 蛤 這個是安丹德拉 已經第二次襲擊的 敵我難辨的狀況之下 不能再這樣被弄下去 我們要搶先一步阻止敵人 這什麼東西 青瓜 剝皮之後想用多隻的果肉 提升敏捷英雄20%傷害 哎呀我是不是應該早點獲得啊 這樣我 我敏捷英雄就獲得20%傷害了 是嗎 欸真的欸 梭利斯收集的種子 然後青瓜 剝開薄皮 這是拿著就會有效果了吧 欸這邊還有寶箱 欸真的欸這邊有寶箱欸 遠處寶箱 喔它會慢慢飄過來是不是 有很多小東西在這個地圖上面 然後船也靠近一下 可以修船嗎 欸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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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剛剛我看到有一個任務 欸欸這邊 OK 我可以游過去 有嗎 這樣就是游過去了是不是 就是給你看一下 我以為可以派烏龜過去喔 好撿一個漂流瓶 這樣子 然後上面 對我剛獲得的是50 50 50 100點數嘛 然後這邊是這個點數喔 所以我覺得就是慢慢來吧 他說可以修理這個船喔 可是 可是這邊好像 好像已經沒有反應了欸 好所以定期的話應該是要注意一下下面喔 有釣魚然後可能會有一些什麼東西跑過來 欸我利用甲板材料在這個地方做了一個簡易的營地 也是大家集中居住的地方可以快速分配任務 欸沒有啊就是一個對話而已喔 這個東西嗎 哇因為我現在遊戲加速是不是 在跟座跟釣魚的角色不會恢復體力 其他的話 其他人的話應該就會緩緩恢復體力喔 那我覺得 算了 我應該把女婆或是蝴蝶放上來喔 畢竟他打那個傷害比較重要 我想想看喔 已經耕作了13分鐘喔 算了算了做了就做吧 好然後 現在其實也 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玩喔 因為體力也不是很夠啊 好打一下敵人好了 安芝隊上一下好了 這樣子 武功嘛 我覺得四隻就可以了吧 哎呀我把安芝放前面喔 好 安芝隊可能兩隻就可以了 好沒關係啊打穩一點喔 哇走一步 又要消除這個藤蔓 好啦一所得去清除啦 哇 那就沒有事可以做啦 因為體力也不足了 OK所以說這是孤島求生的部分喔 那這個就是慢慢玩吧 慢慢玩吧這樣子 可能就是每天啊 零零資源啊 其實也不用每天喔 你可能也可以 這個不行不行 你還是要上限啊 因為你還是要上限零零果實啊 零零性啊之類的 好那就是這個是孤島求生的 迷思孤島的部分 那這個聖莊之宴 活動 這是活動領取 我剛剛已經看到 這是綁在迷思孤島的 那再來咧 我們來看一下新英雄 新英雄的那個賞金試煉活動 哇這什麼東西啊 悲創中凋零死亡中綻放 這是什麼東西喔 好看一下喔 手 這什麼手辦劍賞 然後這什麼東西 角色檔案 點擊閱讀 新羈絆故事 新的羈絆故事 羈絆 有嗎 有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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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新的羈絆嗎 他們已經有團聚這個羈絆啊 所以這是什麼東西啊 欸怎麼不見了 在活動 對這邊 這什麼東西啊 1.7 哇 這邊 啊 賣公仔是不是 這是賣公仔啦 抱歉我現在這個畫面可能是斜的 欸現在不是有兩個公仔在賣嗎 一個是女僕的 然後一個是雪米拉的 然後一個是雪米拉的 好沒關係這個我直接錄應該是沒有關係啊 反正斜斜的 好 你各位要刻下去了嗎 OK 還特別給他做了一個這個東西 可是 角色檔案不能點啊 這不能點啊 所以 這樣這個活動是幹嘛 就是讓你看這個東西嘛 然後 對啊 就沒有東西啦 這樣子 OK 賞格加碼 賞金試煉 這個乍看之下還有點像福克斯 也不知道是什麼 好 那我們就來這個賞金試煉一下吧 好 那至於這個獲得吸金喔 基本上他的定位很明顯嘛 就是站在前面的坦克 所以說我們要玩他的賞金試煉的話 就是看說他夠不夠資格作為一個坦克喔 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來這個簡單來玩玩看吧 看看這個角色對我們的這個 對我們的這個戰鬥整體幫助大不大喔 那 因為說那個昨天啊 我用三隻就可以推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用三隻來試試看 對他寄予這個極大的這個期待 哇 海盜船恐嚇喔 恐嚇住之後 迪賽拉 迪賽拉又 就可以免傷 所以是迪賽拉強還是 還是他強 不過他本身也是強啊 對不對 你也不能說迪賽拉一個人一個人夠強啊 他自己這樣子控場齁 你看 那個恐嚇的循環蠻大的耶 傷害第一名 對不對 他被切進來之後呢 他被恐嚇住了 然後這個時候呢 狼人身上有那個圖案喔 他被吸取靈魂了 他被吸取靈魂了 所以他減傷25% 海盜 海盜傳出來了 喔 海盜傳其實範圍蠻大的耶 你看 他站在這個地方 後面三隻都中了這個靈魂奪取了 然後靈魂奪取又來 喔 又恐嚇 能量滿了之後又被恐嚇 這樣子 所以 然後你看這一招 這一招算是集氣自保 那也有一定的坦度喔 喔 不錯耶 好 我們再來喔 來三隻 三隻這個亡靈修魯女 啊 這可能有點不行 埃隆太痛了 因為畢竟這一關的話 有卡之有埃隆 有一些困難 這一關比較痛 那我們用奈拉把這個光弓拉過來好了 來 光弓 光弓不要亂 唉呦 埃隆太痛了 可是生存能力也是不錯啊 唉呦 唉呦 沒有活下來 沒有活下來的話 嗯 好 硬是用四隻 敵賽拉 站在前面行嗎 唉 海盜船來啦 喔 哇 嚇到往後跑 唉呦喂啊 欸 不錯喔 他算是保 保住性命了 啊 海盜村出來 泡泡泡 阿 埃隆不會是我們的這個亡靈克星齁 好吧 那就不要亂玩了 那我們就 欸 再上一隻角色應該就可以了 我們上個 魯米蘇好了 我滿雪克你的綠意喔 欸 哇 魯米蘇再加上這個 迪賽拉 亂七八糟魯小小 哇 加上一個魯米蘇就OK了嘛 好 輕輕鬆鬆喔 OK 過關 欸 剛剛那什麼 300鑽吧 怎麼看起來好像是3000鑽 應該是沒那麼好 好 然後再來是這邊 哇 雷神喔 古編上 我們的亡靈夥伴 欸 你有雷神 我就上那個什麼 我上那個什麼 末日信會 降低這個 這個這個 魔法傷害 欸 扭牛也來好了 全場一開場有個護盾 好啦 伊莎貝拉來啦 我們的那個 班提斯夥伴全部都來了 撐得住嗎 唉唷 這邊有希拉斯喔 哇 這恐嚇好強喔 全體都被恐嚇住了 喔 伊莎貝拉強喔 但是僅限於這個 這個賞金試煉喔 好 伊莎貝拉傷害第一也是應該的齁 OK 好 那就輕鬆獲勝 感覺不錯欸 有他在的話 礦場率極強 然後生存能力也有 那 呃 他 靈魂奪取之後呢 也會降低敵人的那個攻擊力喔 好啦 牛牛衝 所以我覺得可能一些 一些普通的關卡 可能四隻角色就可以了 他開大招真的很穩欸 大家往後退3.5秒 然後他的能量恢復也算快 這樣子 碰碰碰 OK過關 再來 哇 這是滿血關是不是 這個 我們放在下面 好 乾色給你亂換位置 好啦 好久沒有上女王 女王也上一下 呃 盧小小盧米蘇這樣子 風狐塔莉喔 哇 我有奧登太強了 呃 在那個什麼 在賞金失戀 出現奧登 這樣子 控場神器 好像太暴力了 欸 我們不要上奧登試試看好了 啊 結束囉 結束就算了 好 我們不上奧登啦 這個樣子 四隻角色 哎呦 但是我們不上奧登 對面有奧登啊 那 還是上個奧登吧 會會會會會 這是 這是奧 奧登的PK嗎 哇 女王開大耶 好懷念喔 哇 差一點點喔 呃 那就 乾色應該是幫助不大 那我們來個洛桑好了 洛桑 好 洛桑好了 來 上一個洛桑 洛桑也可以替我方加一點護盾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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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看來女妖是真的沒有貢獻度欸 好狼人切進去 狼人 進去亂一亂 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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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還是不行喔 換個位置咧 大家都有萊卡是不是 切進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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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狼人切進去 呃 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 哇 變成是狼人秀了是不是 好狼人秀一波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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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關那個梭莉絲 呃 梭莉絲綠玉打 綠玉打亡靈太痛了啦 好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齁 我覺得 我覺得過關還過得蠻 蠻輕鬆的 好 那應該是一隻必戀的角色沒有錯了齁 好 然後最後面呢 我們來推一下奇境探險喔 呃 異界迷宮 欸對耶 我們可以看一下犒賞令 應該是進入異界迷宮之後 就可以看到犒賞令喔 勇者犒賞令 欸 來了齁 這邊 一進去就可以看到了 呃 本輪犒賞的這個獎勵主題 我們來看一下齁 欸 一樣嘛 對不對 勇者犒賞令就是賣你750塊這樣子 然後是 哇 1960也不是很多 才1960喔 對啊 大概遇過的就是 呃 這個 你一個月 點亮一隻英雄到60級 還不是80級喔 好 那 皇家犒賞令呢 皇家犒賞令的話是 呃 騎士功勳喔 騎士功勳 這是舊的 這是新的 解鎖 欸 不對啊 舊的跟新的差哪邊 勇者犒賞令 勇者犒賞令 是異界迷宮每一層 最後一個魔王 對 這是新勇者 那獵夢呢 獵夢是 扭曲夢境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要打一次 扭曲夢境 稍等一下喔 欸 我打一下 扭曲夢境喔 應該打了之後 這個就會更新了 喔 我的兵魔來了 他打0點傷害 可是呢 近傳奇 沒有錯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獵夢跨賞令 欸 跑出來了 這樣子 欸 對啊 3920沒有錯啊 我剛剛是不是說 這個等級1到等級30 那時候印象中 差不多是3500到3700 然後還沒有到4000 所以說 你解鎖這兩個靠場令 恭喜喔 一個月 讓一隻客硬60級 那如果說 目前這麼多角色 你就是 反正他的邏輯就是跟專武一樣 你克了靠場令 紅專武 你可以 可以讓你這個 好像是255個紅專武吧 讓你可以一隻角色 因為21到34 300個紅專武 所以你一個月花750 你可以穩定的一個月 投資一隻角色 升專30這樣子 那所以說這個 這個 金盒 跟這個金稅也是一樣 就是你克了金 恭喜你 你可以穩定的一個月 一隻角色 升到60級 大概是這個樣子 這個也是好猶豫喔 因為畢竟 畢竟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跟紅專武綁在一起 所以新手玩家的話 你還是選擇紅專武吧 如果你真的要克的話 那這邊又跟波爾幣綁在一起 波爾幣的話 一直都欠耶 好多角色都要309 而且角色303跟309 才會有真正的質變 那永生克運他會提升更多的屬性 所以 真的好討厭喔 這樣又一直克上去 難怪玩家要抗議喔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 我最多就是 也沒有最多啦 現在目前就已經是 克兩個犒賞令 再加上雙月卡 所以 反正大概就這個樣子吧 慢慢玩慢慢玩 好然後最後呢 我們這個情境探險 情境探險我拆開來錄好了 這樣子講一講 就已經講了31分鐘喔 那所以說這個迷思孤島 我覺得就 剛開始沒有什麼事做 我們等8小時之後 這個 這個 他釣到魚啊 然後種了果實之後 我們再來看看狀況怎麼樣 那其他英雄的話 應該就是會緩緩的回復體力 現在還沒回復啦 因為像我安芝剛打完 我現在安芝體力是0喔 所以 可能要過個8小時之後 然後再繼續打個BOSS 反正 一天至少你要摸BOSS4次吧 對不對 只上一個人算不算了 不行齁 每個人體力都沒了 我覺得 我覺得也可以 如果說只上一個人去 去摸一下BOSS也可以 我們只要一次傷害打最高就好啦 那其他次數用摸的行不行 我覺得也是可以耶 好吧 那這個影片就到這邊喔 然後我們就等8小時之後再來看吧 那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K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